月云鹏爱吃饺子 这事儿众所周知 一日三餐各种节日 那是必须有饺子陪伴 月云鹏也曾解释过 一家人聚在一起包饺子 会让月云鹏感到温馨 其次月云鹏小时候家里困难 饺子只有过年的时候 才能吃到 月云鹏也是在找寻 小时候的回忆 近日月云鹏再次发文称 晚上包饺子吃吧 而对于徒弟刘晓婷 看到师傅家要吃饺子了 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要知道月云鹏的其他两个徒弟 都已经在师傅家吃过饺子了 满满几大盆饺子 看着就让人有食欲 而刘晓婷拜师这么多年 却还没在师傅家吃过饺子 当被粉丝问师傅家的饺子好吃吗 刘晓婷却只能说没吃上过 每次去师傅家都不包饺子 只要他一走准包饺子 而这次看到师傅发文吃饺子 满心欢喜地去到师傅家 没想到还是没有吃上饺子 被师娘改成了炸酱面 原因只是因为师娘想吃炸酱面 而这次刘晓婷也学聪明了 趁下次去师傅家先问问吃什么 虽然刘晓婷这次没有吃上师傅家的饺子 但是刘晓婷却吃到了妹妹月露月亲手做的炒酸台 刘晓婷去师傅家的当天 师娘在社交平台上也晒出月露月的炒菜视频 视频中的月露月应该是站在小凳子上 为一家人炒菜 从颜色看上去还是让人非常有食欲的 菜刚刚上桌 月云鹏就偷吃起来 月云鹏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而二哥虽然没有吃到饺子 但是吃到妹妹炒的菜也算是幸福的吧 也有网友调侃 去年是会面 今年是炸酱面 明年可能是打卤面 二哥放弃饺子的执念吧 妹妹做的蒜台不香吗 还没上桌就被师傅偷吃了半盘 当然二哥也学聪明了 下次直接问师娘吃什么 他也可能才反应过来 家中吃什么师娘说的算